夏季温度越来越高 我们在夏季给多肉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要不然你的多肉很容易烂根化水 那么是哪个时间段呢 其实这个时间段呢 就是在夏季高温的中午 是一定不能够给多肉浇水的 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 夏季高温温度比较高 我们在中午给它浇水的话呢 会导致盆土了处于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 再加上高温会导致你的土壤呢 处于一个会导致你的盆土 像小锅炉一样一直沸腾 温度特别的高 很容易损伤根系 然后如果严重的话呢 很容易导致你的多肉烂根 如果你浇的水温和土温呢 相差距特别大 也很容易刺激根系 这就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在夏季中午高温的时候 多肉的叶片呢 它会关闭气孔 它的浸杆和叶片的气孔全部都会关闭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给它浇水 那么它主要是靠根系来吸收水分 根系就会吸收过多的水分到这个浸液上面 而浸液的气孔关闭 这个水分又无法挥发出去 就会导致你的多肉出现化水的现象 这种情况就是化水了 所以在夏季给多肉的浇水 我们最好就是选择在早晨 或者是傍晚的时候 浇水是最合适的 在浇水的时候 为了减少烂根化水的现象呢 我们也可以在水里面对上一点这个土壤专用的塞蒸器 二媒泥 每个月使用一次就能够有效消灭土壤里面 病菌也可以减少烂根或是黑斧的现象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청曼市人用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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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